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活正流行 长者一样有活力 良好的生活习惯 正确的医疗保健 学习健康新观念 活出高龄的智慧 迎接中年新世代 我们的专业采访团队 带您一起进入幸福影发展 山地原乡医疗资源不足 IDS 医化系统打造一届7-11 让社区照顾24小时不打烊 藉由此机会才能够见识到 原来还有这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 是可以藉由此提升我们医师 对于病人的亲切度 长辈年纪大 听力慢慢退化 讲话越来越大声 到底为什么重听 退休老师江连复 担任动物园导览志工 推行动物保育儿童启蒙教育 灌溉未来主人翁良善心灵 我尽我的能力来做 我希望到我不能走 不能动为止 天乡部落地处偏远物质缺乏 以南投县信义相为例 涉及在这边的人口超过有一万六千人 而五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 将近有四千人左右 如果住在这边的长辈生病了 该怎么办呢 心理上出现问题时 又有谁可以来关怀他们呢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带您一块来找答案 他六十岁的田云望爷爷 因为罹患糖尿病缺乏照护 造成病变双眼失明 平时家人都在山上打零工 到了夜晚才回家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只有田爷爷一人在家 2004年 当时那天 因为我就是要上去要工作 然后凌晨上去碰到有重道的眼睛 是为了因为孩子全部还在读书 就是一下来又去医院又不方便 当时那天也没有什么周知 我就是这样耽误了我的眼睛 差不多两个礼拜去医院 因为我本身也有糖尿病 医生说我有那个精光源 就是这样 医疗到现在 还是我的眼睛就两个都看不到了 像田爷爷这样的案例 在原乡比比皆是 因为医疗资源的缺乏导致遗憾发生 为了不影响长辈们的生存信念 现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 医护人员们 每个星期都会上山探望长辈 这也是IDS计划之一 在宅医疗服务 今天我们就跟着医护人员的脚步 带您深入来了解 林医师早安 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都准备好了吗 东西都带了吧 我带了 带了好 OK 可以了 好 我们出发了 主任今天要麻烦您带我们到新医乡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下 什么是IDS计划 OK IDS其实就是整个健保署的一个 3D理疗医疗品质提升的一个计划 简称IDS 那我们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其实乘坐到目前已经第七期了 那当然负责的一个任务就包括了 建置24小时的一个医疗中心 那也包括了今天我们每个礼拜五 我们从中医 附设医院开拔到这边的一个礼拜五的一个在宅医疗 我会结合当地的一个护理师来做一些 借烟 酒 槟榔的一些味觉 那同时我们也肩负着如果遇到一些天灾的时候 我们也会参与一些救灾的一个工作 原乡医疗诸多瓶颈 就像这崎岖山路 所以如果说没有来设诊所 可能就只有卫生所 对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计划来协助的话 可能像佐水溪县这边 四村的一个民众如果生病的话 可能就都要跑很远 可能下山就要花很长时间 对 平常坑 小感冒啦 拉肚子坑就要花一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车程 好 我们就到了喔 我们下车咯 阿云师姐 等一下去看那个 田爷爷 对 田大哥 走吗 他们家大概就在这上面 对 车子比较不好开 我们就用走的上来咯 好 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还会遇到车子没有办法开 我们要下来用走的才能到 对啊 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入秋已有寒意 但这陡坡可不轻松 走来不到五分钟 抖大的汗水 从医护人员脸上不断滑落 但这IDS任务 一年四季可从未间断 把握路程时间 医师们掌握探访田爷爷 目前身体状况 然后那个 田爷爷讲说 他耳朵就是这阵早上也是 有点听力也有点影响 老板 阿咪 老板 一手大大 哪里有东西一心忙去 要不要再吃东西 那个 田爷爷说 对 就是先坐 爷爷你好 我是肖医师 我是林医师 爷爷最近糖尿病高血压 你控制的怎么样 有时候很好 有时候不好 再请师姐再帮你 今天再量一下 肖医师帮你检查一下 那个肖医师血压 170 97 还有85 最近血糖 那个糖化血射素 或血糖控制的 OK吗 血压飙高 这让医师也仔细翻阅 田爷爷先前病例 深深叮咛田爷爷 要特别注意血压 但医师一行人来这儿 除了医疗部分 还希望做得更多 田爷爷听说 你虽然一个人在家里 还是可以找些事情做啊 听说你以前是乐团的呢 田爷爷曾经是快乐乐团的吉他手 随着团圆一个一个过世 爷爷心情大受影响 变得孤僻 不爱和别人说话 更别说弹吉他了 第二个真的是特例 那把牙扎抗出来啊 那把牙扎抗出来啊 那把牙扎抗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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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好棒哦 爷爷今天有医生来看你 觉得心情怎么样 很好 很高兴啊 因为以前 真的我们去医院的话 真的太远了 后来到医院又紧张 又怕他们 我以前时长去往外面 我的血糖工资也不好 后来最近医生到山上这边 我的血糖也是工资很好了 让原乡长辈放下防卫星 在宅医疗基本照护 从身体也提升到心灵层次 没事的时候就把吉他拿出来再练习 我们很想再来听你唱歌 那我们要走了 后来再来看您 谢谢你们 慢走 嘉医师我们刚刚去爷爷家 进行在地医疗的部分 那你觉得走出了一般的门诊间 来到原乡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最大的感想就是借由此机会 才能够见识到原来还有这么多 行动不便的老人 或是卧病在床的病人 需要医疗的协助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 可以借由此提升我们医师 对于病人的亲切度 我觉得这样也还蛮不错的 主任我发现我们这样子出来 再宅医疗很辛苦 刚刚还爬楼梯爬坡 你会不会觉得累吗 会啊 其实十几年前我就上来支援过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感受 而且最辛苦的其实不是平常这个时候 就在十几年前那时候 整个淘枝台风 造成了这个地区整个很大一片土石流 几乎从那个浊水溪淹到这边 快要把我们整个诊所淹没掉 甚至我们已经撤退到地利国小去了 隔天才直升机来接我们的医生下山的 那时候才是最辛苦的时候 所以就算台风天还是没有中断这个医疗 当然 从西元2001年开始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医护人员 承接IDS计划 前进南投信义乡 服务范围扩及浊水溪线 地利 仁和 双龙 潭南及陈友兰西旁明德 爱国 自强等共14个村落 目前进行到第七期的计划 除了在宅医疗 内容还包括医化提升 努力让原乡不成为医疗孤岛 1997年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 协助南投医院成立地利门诊 随着IDS计划启动 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现在更成了第七期 医化推动的据点之一 今天的值班医师吗 对 我是急诊 穆医师 你好 我是今天上来地利支援的林医师 那穆医师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这边 IDS第七期中 透过刚建制完成的远距视讯系统 门诊对医院连线 医师能及时并更有把握地掌握原乡病人状况 好 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太像有几年心肌梗塞 OK 那就比较可以确认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即使抽CPK那些东西 那如果经过你这样确认 那我们就让他正中治疗就好了 好 好 OK 谢谢你喔 其实可以知道他病人的一些状况 包括他的一个用药资料 另外原箱医化还有这手机APP运用 可以从手机上得到的 那医化还有哪些内容 医化的部分还有包括我们自己医院 现在已经开发出来一个所谓APP的一个系统 那这里面包括有一个中国一点通 那只要你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病患 都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会员 那甚至是诊所的医生他如果加入之后 他也可以来查询他们自己病人的一个状况 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建置的一个云端监控系统 那像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的一个金宝凤奶奶 我们来看一下他云端监控的一些状况 哇 有红字耶 也可以看到他有连续三天都出现了一个红字的状况 那我们可能等一下就找 或许是想我们就一起出去关心金奶奶的状况了 走 我们出发了 从医化云端医疗系统中 林医师发现住在地利村行动不便的金宝凤奶奶 数据出现异常 决定出动再宅医疗 我们平常都有在吃高血压糖尿病的药 控制得怎么样 还好 还好 我刚刚在地利诊所那边也有先从网路上 有一个东西可以看到你的血压血糖 你大部分都控制很好 来 等住住呢 好 咱们 您的密码草碑2099 请吸入血液 来 等你 谢谢 您的血糖值为170 带甜的还是不要多吃 血糖偏高 血压呢 口头叮咛 当然还要再实际测量 今天量的血压是157 76 对 然后脉搏的部分是87 对 那阿嬷 就是这几天量的血压 差不多是150到160这样子 150到150 平常大概就是这样 对 对 对 要再控制更好一点哦 今天早上有没有吃药 有 有哦 好 可能要再控制再好一点哦 好 阿嬷 今天医生来看诊呢 你觉得有没有很开心 很开心 跟一般你去看门诊的差别是什么 门诊哦 因为我是不方便嘛 要让那个媳妇带我去下面 去那个看医生的时候 我就做那个 做臭子 然后做这个流衣 进到那个遵守 所以医生来就不用这么麻烦 不会 那我们会定期每个月来看你哦 谢谢 你要按时服药 过得快乐 像这样开开心心的 对 在宅医疗借由医护人员出动关怀 爷爷奶奶的同时 试图让长辈们接受新知识 包含现在要进行的医化部分 总观来看 新一乡原乡医疗IBS计划第七期 除了完整实现 一届7-11社区照护不打烊之外 也试图让医化进入原乡 包含24小时远距视讯 加强民众自我健康监控 与疾病管理的云端生理量测系统 还有山地医疗一点通的建制 从IBS启动扩大全人医疗 照护个案从原本的700位 扩大到5027位 那现在山地医疗也得到了很多的肯定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也希望在原乡 摄政跟卫政也能够结合 所以我们未来有三个工作的大目标 第一个就是一样 让我们原来的医疗照顾 能够更优质 那第二个我们发现他们很多青少年 的健康问题 就到中老年以后就发生 所以我们会希望有很多预防保健的措施 第三个就是生活的照顾 我们称为在地乐活 生活的照顾很多他们高龄长者 他们可能会需要有一些 来支援比如说送餐服务 比如说会有一些银法族的健康保健站 就是所谓那个日间照护中心 那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整合当地已经有的社区资源 比如说相工作 为了提升南投新衣箱的医疗品质 启动了IDS计划 除了硬体设备的建制之外 现在还加入了医化设备 希望让服务可以更好 除了硬体之外 其实人文关怀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在下一节节目当中 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 同样也是IDS计划之一 学生前进原乡 关怀长辈 这里是侍奉天上圣母妈祖的庆安宫 而在神像两旁 护卫妈祖的是千里眼和顺风儿 有了这耳聪慕名的两大护法 妈祖文苦救难 庇佑众生的工作又更有效率了 而在我们人的身上 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 耳朵可能渐渐听不清楚 眼睛也可能渐渐看不清楚 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时候 可能就要找个医生 好好做个检查 这里是基隆市成功市场 基隆仁爱乐林中心的志工 每天在这里做凉血压的服务 72岁的赖贤一从2010年 就来这里担任志工了 赖贤一在跟人交谈的时候 常常不知不觉就会把左手 举到耳朵旁边 帮助自己听得清楚一点 这种侧耳倾听的习惯 在他当志工之前就有了 他倒也不在意 第一次听不清楚 请人家大声一点 再讲一次就好了 最大的不方便 就是说在某一个聚会 或者某一个 谈某一种事情的时候 大家坐在一起 我就是想要靠近一点 那个主讲人旁边 坐在某囊那边 那人才听得清楚 老人家听不清楚别人讲的话 总是请人再讲一次 为了了解耳朵听不清楚的原因 我们来到亚东纪念医院 拜访耳皮猴科 陈光超医师寻求解答 医师我们很多老人家 好感觉就是在生活当中 他听见的声音 好像越来越不清楚 甚至旁边人跟他讲话 好像要很大声 他才可以听得到 那像这样的问题是 每一个老人家都会发生吗 几乎每一个老人家都会发生 一般的五十岁左右的人 就开始慢慢有这样的问题 所谓的他们的听力图 我们检查的结果 他的听力图就像一个 下坡式的听力图 就是所谓的高频的地方插 低频的声音好 所以这造成就是 你刚刚讲过 问他们病人要讲大声 或者讲好几次才听得懂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听到声音 可是听不懂 你在讲什么 听不清楚 是因为他高频变差 低频还可以 我们耳朵里面有 大概有一边耳朵有三万五千个毛细胞 什么叫毛细胞呢 就是这个就在耳瓜里面的 这个叫做听器里面 有这些毛细胞 这几个就是毛细胞 重听就是因为这个毛细胞 不够 越来越差的关系 当然 毛细胞担任的角色是 一个接收器吗 这个毛细胞呢 就是产生电流的东西 我们神经的传导 都是需要靠产生电流 所以这个你看看 这个图呢 这个毛细胞 因为它在活动的时候 上面有毛细胞 上面有毛 就被折到这边 它是这样折的 所以就产生电流 那又电流传到神经 让你听到声音 所以当你很重听的时候 这毛细胞死光光了 所以这个老人 听力衰退的一个生理的现象 其实基本上就是从 毛细胞的缺损来的 所以它可能会在生活当中 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或是什么样的困难 你第一个会发现的 就是它除了 或者是叫你讲一遍的声音 的次数变多之外 细音的声音它听不清楚 所以我每次都用这个比方 说我想你 可是对它而言 它就听不见 变得我养你 所以它就答非所问 就讲错或是听错 奈贤医耳朵重听的毛病 随着年纪渐长也越来越严重 它的右耳几乎听不到了 因此当它听不清楚的时候 就会尽量侧着左耳来听 因为我这个右边的这边这个地方 那个偶摩医师检查的时候有破裂 破裂我在想可能是以前 年轻的时候 学校的时候可能打球 冲坏也不一定 我不晓得 他说这边还可以 我也去进医师检查 他说我是中度中度重听 赖贤医原本是个推拿师 2008年退休之后 重听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本来想去装助听器 没想到检查之后 因为耳朵有严重的耳鸣 会干扰助听器的功能 根本不能装 六七年前 七八年前有了 慢慢有一点机在叫 现在好像越来 不是年轻的关系了 越来越大声 但是装好自己就没有效果 因为为什么 你装上去耳鸣在破坏 听不到 耳朵重听 又不能带助听器的赖贤医 2010年 来到基隆市仁爱乐领中心上课 并参加志工队 这个时候 重听曾经给他带来了一些 沟通上的困扰 你快过来再讲一次 不怕 本身我这个人 好像比较内向一点 最主要的困难 就是我的重听部分 因为在重听 好像跟人家接触的时候 好像听得清楚就很好 听不清楚我可能还在问 问我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 个性内向 不善与人交际 耳朵又重听 赖贤医没有退缩 还是勇敢地走出家门 因为他相信 如果成为一个足不出户的老人家 他的健康一定会走下坡 因为年纪到了 最主要是西方能够都动一动 心情放开来 可能可以增加你的身体健康 最主要在这个地方 那像老人家这种听力衰退的状况 它是会越来越恶化 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 其实它是可以逆转的 对老人家的这种听力障碍 这个其实在我看起来不是一种病 它是一个老天爷的旨意 每个人都会碰到 只是或早或晚 或者是严重不严重 它基本上它的听力会逐年衰退的 这不是病 所以没什么好治疗的 你要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那我宁可说它是一种挑战 对导人家的一种挑战 在临床上 我们现在是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 比方说是助听器之类 可以帮助他们改善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需求的问题 因为假如你还是在非常活跃的地方 那我认为你假如说有几种重听 已经有明显重听的时候 我认为是应该配戴助听器 你有个耳朵的听力 你不用它 你又不想用它 它就一定越来越差 所以我认为你给它适度的试机 在及早带助听器 我认为对它的听力跟大脑是有帮忙的 至于人工电子耳呢 那是一个终极的手段 人工电子耳呢 也是一种注定器 只是对于极重度的听力损失的人 用人工电子耳才有帮忙 对于这种听力衰退的情形呢 很多人呢都会要用 想要用药物来控制或是帮忙 比方说用银杏 用血管扩张剂 我认为这个重听呢 百分九十是因为年纪引起的 少部分百分之十呢 搞不好才是血管 血流循环不好造成 这时候是银杏啊 或者是那个血管扩张剂 才会有意义 同样是七十岁的人 一个你有听力 听力的问题 两个都有听力的问题 一个有听力 有解决 有带个尊气 一个是没有 没有的人 他得到老人时代的机会呢 是会比我的 会多百分之三十 是 所以很多家 很多的老人家来跟我讲说 这个 我就是不爱让人麻烦人 其实错了 他越怕人家麻烦 到时候他自己越 越需要人家照顾 因为他万一老人时代 是更需要人家照顾的 今天基隆成功市场的 凉血压服务据点 来了几个就读老人服务事业 管理系的大学生 他们要跟志工们 学习现场服务的经验 赖贤医就以自己的 众听为例 让他们知道 如何跟众听的老人家沟通 变天要穿多一点 变天的要穿多一点 这样子 还要注意什么呢 小感冒就要看 不然有时候会变大感冒 小感冒就要看医生 这样 跟老人家如果众听的话 怎么样跟他沟通吗 那个有些长辈啊 就是耳朵听力比较不足 就是最主要就是看对方眼睛 然后对对 就看他嘴巴这样怎么说 对动作 对然后不能太快 要就是适当 对适当慢慢的 所以所以我在跟你们讲话 一方面我再注意听 一方面看看你们的嘴唇 抵住我的接受力 如果没有看你们嘴唇 只有听可能听得 就是私情私美的 内向了一辈子的赖贤医 退休后担任积极而主动服务别人的志工 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可以面对学生侃侃而谈的长者 他也摆脱众听的不便 随时随地招呼路人来凉血压 志工的工作让他脸上永远保持微笑 文化永远轻柔温暖 大家的观念就是我来当志工 所以我这个观念就是我会 也要摆出一身 我会很乐观的兴趣来参加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工作 要主动 依我观念就是说 主动的去运人家 那我们快乐吧 医师我们如果说除了这个助听器之外 还有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帮助众听的老人家 在生活上做一些改善或适应他 我觉得就是说在家人上可以的辅助其实很重要 因为他听不见除了耳朵不好以外 他大脑的运算速度也变慢 所以我们大脑听力是讯号是一个一个接起来 然后把截取以后做出一个正确的解释 然后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讲了什么意思 所以他在老人家 他的大脑运算速度变慢 你给他很多的讯号 讯号他才有ABCDE来了 可是对他而言因为速度变慢了 所以可能ABC还没处理到 D到了 所以变成ABDE 所以他就漏掉 他就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意思都顾解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家人跟他相处的时候 其实是应该讲话要放慢 这个速度很重要 放慢速度对于家里没有老人的是很重要的 大概要到多慢 比我们现在正常这个速度还要再慢单倍 当然不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不要像连助炮一样 至少也要断句断句 然后告诉他 一句话不要太长 这样的话他才容易接收 然后才能去interpret 就是说才能够去解读 你在讲什么意思 那还有一些小小的情形就是 我们就说一直讲需求需求 假如我们大家觉得他声音 第一次声音受到不了 他又不肯带住音线 这其实我们有一些生活上的符句可以使用 比方说耳机 有一种无线耳机 就是电视的声音 他直接就传到你那边来 让老人家自己带着就好 对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吵到任何人 有很多的符句可以用 不过再一次 还有包括电话 也有这种变大声的电话 不过再一次就是觉得 有些老人家在长期之后 他觉得你的欺负他 为什么你也不会耳带 所以基本上还是会参加 会回到需求这件事情上来 所以我就说 我们现在需要照顾老人家的听力 应该要从教育来告诉他们 带着住音线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像我们这样 大家出来玩一玩 对 交朋友 很快乐的 我们这个邻居中心 每一个连路都有 大部分都有一些活动 对对对 本身我这个人好像比较内向一点 出出来 这个面孔可能要带笑容的出来 要接触 跟人家的接触可能 大家比较好接触吧 是 我觉得这样我会很快乐 所以自己也有改变 也有获得了 对对对 所以这六年来的志工服务 有请过假吗 请过假 没有请过假 不全情啊 我拿过农业卡的 是是是 志工农业卡我拿过的 是 所以刚才我们谈了很多 我也想起来说 我们一个人 像我现在年纪大 我现在木人72岁了 退休下来 也是需要向外的活动 觉得像我本身有一点重听 我能够能够去克服 像我刚才来说 我们面对的笑容 去接触人家 帮助人家 以自己的能力来做 我也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老年家 也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参加我们 乐林中心这个团队 未来为大家来服务 就是觉得对老年家 身心健康应该很有益处的 老人家耳朵听不清楚 容易和人发生沟通不良的问题 这时候难免心情会沮丧 需要靠周遭的人 多加地协助他和帮助他 但是这些问题并不难克服 就像赖嫌疑大哥一样 他用自己的方式 走出家门做志工 用微笑来交朋友 勇敢地面对他的众听 也勇敢地面对人群 所以人人都会愿意当他的耳朵 也是他的左右护法 74岁的江连傅是一位退休老师 某一天他在广播电台 听到了正眼法师的开示 讲述的是地藏王菩萨的故事 几句佛言让他顿时有所领悟 开始了在动物园担任志工的工作 教导小朋友动物保育的重要性 也开启了孩子们的良善心灵 今天的乐林人生 我们就带您看看江连傅的故事 他的毛皮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他皮毛是块状的一块一块 像云彩一样 所以才叫云豹 好 我们去看水榻 水榻 水榻看完了我们再回过头来 水榻会游泳 对 这个水榻原来他们的家是在金门 台湾现在已经没有水榻了 为什么没有水榻 因为被杀死 他体型大不大 不是很大嘛 有时候狗也要吃他 人也要抓他 结果就没有了 我是江连傅 今年72岁 我对于老的定义是 只要心理健康 100岁也不算老 74岁的江连傅出生于1943年 老当义壮 依旧迅速成熟的夏田技术 起自于他从小就是个电农家庭里长大的贫困孩子 老师你平常你都是种些什么东西 平常现在是冬季蔬菜 橄榄菜 高丽菜 还有青江菜 白菜 罗曼A菜 还有小白菜 平常都是我自己一个在弄 当运动 运动健身的背后 其实真正让他对种田割舍不下的 是父母亲用沾满泥巴的双手养大了他 这份养育之恩 就像落进土里的种子 生满在新田中 越是对土地依恋 也越是对父母养育之情的感恩 小时候是跟着爸爸妈妈在做 他现在自己做 大概以前学了就可以实际操作 连晚上有时候都会想到 自己的父母亲以前那么辛苦 现在生活环境好了 那他们都不在了 所以行校要及时 行校要及时 这份失落感是江连父的切身之痛 与老母亲最亲密的一个月 却也是最后一段洗手的人生路 我是第一个上大学的 乡下都是陪着爸爸妈妈去做工的多 所以真正读书的不多 父母亲那个时候是 虽然生活很穷困 可是他还是咬紧牙关 让我去读初衷 我二月一号退休 没想到妈妈二月二十八号就走了 所以就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照顾照顾妈妈一个月的时间来 妈妈就走了 她走了以后就这一段时间 突然之间好像失去重心一样 像倾斜的天平 母亲的慈事让她的生活失去了重心 小狗的陪伴虽然填补了她的空白时光 却填满不了她对母亲的思念 直到某天突然听到正言法师 在广播电台中的一段开示 她的生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转列点 正言法师也就是要劝人活在当下 尽自己的力量 劝一个人向善 那就少一个人入地狱 那地狱才有可能减少 慢慢慢慢减少 要不然地狱不可能成功 那地上王菩萨也不可能成佛 我是抱着这种心态 好 那我们今天一样也是要做国小教权 那所以我们今天分出来的动物 小卫国小的三个班级已经都签好了 那动物国小有十一个班级也都签好了 活在当下生命不空过 江林傅开始思索要如何善用余生 对台湾贡献一己之力 于是她决定从推广保育动物观念着手 一瞬间的念头 让她摇身变成了动物园的志工 好 来 请跟我来 跟着我来 因为这边人太多了 太杂了 好 跟着来 各位小朋友 大家早安 早 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机会 在动物园 由我来为你们服务 接着我们要到台湾区去 参观台湾的一些特有的动物 好 来 跟着过来 好 来 请起立 刚开始当志工时 江林傅以为动物园导览 就只是场儿童的户外教学而已 没想到第一次的处女秀 反倒让她经历了一次震撼教育 有 当然山猪有獠牙 要不然那獠牙是她的武器 她当然要有獠牙 她整理的动物都有鸭心 没有武器就被吃掉了 她是在野外 小朋友有的题目会很深入 深入可能突然之间 你会想不起来 不过想不起来之后 我会告诉她 没有关系 等我找到资料以后 我会去问动物园的 他们的专人 或者是我去找一些参考书 找到答案以后 我再告诉你 我刚到动物园的时候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月的实习期间 短短一个月 当然对动物不是很了解 所以很多需要从其他的杂志 或者是要从动物园管理人员那边 去询问才能够了解一些动物比较深入的问题 露夏天和冬天的 它的皮毛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当开始的时候 当然我们一般看就是 这就 反正露就是露嘛 其实没有很仔细去做深入的了解的话 对于这些是不太容易了解 有了第一次当志工的经验 让江连复了解 导览员的专业重要性 他除了去考华语导游证照来辅助之外 也开始努力做功课 希望用更实用 更活泼 更浅显易懂的方式 来宣导动物保育 大猫熊 它只吃竹子竹叶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 如果它的食物缺少 或是食物在大环境改变的时候 没有这种食物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有时候会和小朋友讲 你不能偏食 偏食了以后会列入保育类 梅花鹿 我们看 头顶上有长脚的是公的 母的头顶上不长脚 还有小朋友 我们看看 我这边刚好有带鹿角 这是鹿角 这是鹿角 有没有看 真的大假的 你想想看呢 假的 真的啦 怎么会拿假的 你看这个真的 底下 底下有 有用切的吗 它是自己钓的 自己钓的 自然脱落的 试切的知识 富有临场感的活泼介绍 让听导览的孩子越发入迷 而它的讲解 也自有一番顺序技巧 先从动物习性说起 再慢慢地引导孩子 认识保育动物的重要性 由浅入身 让孩子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学习 在这边 原爆有看到 原爆有看到 原爆 在那里啊 那个横的木头 底下那个石头旁边 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 你看到石头 从那个树洞穿过去 对对对 这个是云爆 皮是动物身上来的啊 你要把那些皮拿下来 就要怎么 把动物杀掉 好不好 你过来就让我看不到 这样好不好 不好 万一有一天 好啦 有一天 如果有一个强势的动物 也把人类 把人类抓起来 剥皮拿来做皮包 你会不会很高兴 不会啊 对啊 所以他们 我们 我们要不要 要不要穿那些皮毛大 要不要拿 那个 很名贵的那些皮包 不要 不要啦 我们要保育动物嘛 你喜欢云豹吗 喜欢 不错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 它的皮很漂亮 那你会想要把它的皮 敲在身上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那个如果把它杀掉 它也很可怜 小朋友对一些观念 习惯 或者是 它对于这些 爱护动物的这些观念 小朋友的时代 记忆力比较强 然后 模仿性也强 可塑性也强 所以在小朋友的时代 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 看到吗 它也是 它也是吃肉的 它也是肉食性动物 吃的吗 它体型那么小的 怎么能吃 老鼠啊 无心插柳柳成映 因着失落感而起的转念 竟然让它一晃眼 就当了整整15年的 动物导览员 无法及时行效的遗憾 在推广动物保育里 也得到了释怀与转变 我尽我的能力来做 我希望 能够可以走的 可以动的 我可以继续服务下去 到我不能走 不能动为止 这是我的企划 江连傅从事教职30多年 虽然已经退休了 但他其实是退而不休 在动物园担任 志工4300个小时 教导小朋友 动物保育的重要性 也是一项相当伟大的心灵工程 我们也期许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看到他春风化于 百年数人的教育成果 时间过得非常快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幸福引发赞 我们下次见